赶快来关心过年的天气了 今天春节廉价的第一天 东北季风稍微的增强 温度下探 水气也增加了 透过雨区预报就来看到了 今天晚上 北东地区都还是明显的水气偏多了 一直到今天的清晨 但是明天除夕白天之后呢 这个雨势就会稍微的趋缓了 在东半部还有桃园以北 会是有偶震雨的部分 其他地区多雨到晴的好天气 而且各地会开始逐渐的回暖了 清晨西半部地区要特别留意了 会有局部的乘务 所以行车请小心 接下来一起来看各地的详细温度 北部地区金融台北 新北会降雨温度15到21度 桃园新竹苗栗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温度15到22度 台中彰化南投同样是好天气 温度15到25度 往南走榆林嘉义台南 高温来到24度 一样是晴朗的好天气 高平地区高温可以来到27度 再来看到是东部地区要留意降雨了 温度16到23度 最后看到是外岛地区 马祖金门澎湖温度10到19度 好 不过要提醒大家了 好天气只到初一 从初二开始一直到初四 会有强烈的大陆冷气团南下 各地天气就会开始转凉 低温下态一连会影响三天左右 北台湾的低温可能只剩下10度左右 到了大年初三初四这两天 会是冷空气影响最明显的时候 预计到时候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 低温可能只有11 12度左右了 要特别留意保暖 而在银封面的1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降到零度以下 再加上纤维的水气影响 很有可能会有下雪的几率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天气预报 嗨 我是盈彤 记得订阅华氏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 站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